政策上香港支援農業少之有少 都不寄望政府有什麼政策可以幫助農業 起碼不要將所有農地發展 這已經是最大的希望 可能周邊的環境 很多人都不看好農業的 因為商業社會覺得農間 根本不適合在香港 很多人都覺得 但它絕對是有價值值得保留 這個方向 政策不同的方向 你如何克服呢 其實可能一個政策突然說 牛潭氣發展成為新市鎮 就玩完了 真是新興農場就要搬 唯有農夫自己學到種植的知識 種植的所有東西 你可以帶走 你可以將這裏所有知識種子 帶它去另一個地方 再建立你的新興農場 唯有就是自強先 你做到一個出色的農夫 種到優質的農產品 你就不熟去到哪裡種植 吵得多 雙氣力 燒老人仍要補充 為什麼呢 因為它要坐 對 坐得多 好 歡迎我們今天 菇武門第幾個集 1133的嘉賓 有我們這一位 看你的樣子也曬得很多陽光 陽光充沛的嘉賓 是Mo 是我們這位在牛潭尾信心米的農夫 新興農場 新興農場 主理人 新興農場 大家好 你好 我本身 今天之前的週末 我本身要去做一個小探訪 雖然我已經去過了 上次Harry養蜜蜂 蜂人院 蜂農 我其實已經去過一次新興農場 但我打算去找Mo 再理解多一點她的部份 但是愛於我的小貓 有些事情就去不了 所以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見你 是啊 我聽了她的農場很久 因為她有一些很難搶的米 每一年一做出來的時候 San and 梁祖堯在那裏 是打單搞事搞非 在那裏種東西開田 每一年有些米的時候 他們那些農夫自己種出來 就會很容易自己認領 不能在街外賣的米 所以每年都會搶 她有沒有搶到給你 她經常都說拿包給你 然後自己吃光了 每年都是這樣 你先跟我們觀眾打個正式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新興農場的阿Mo 是 因為其實新興農場除了她自己的部份之外 也有很多不同的朋友 會有些農田會租 叫做一齊搭訪 對 搭訪 上次也有說她的合作社 我們稍後也會多說一些這些部份 現在不如你用她的簡介 簡潔一點去說一說 究竟她這個地方是做什麼 好 新興農場位於牛潭尾 官方的名稱就是 牛潭尾村 厲害 懂得讀 因為我不懂 主力就是種植水耕 推廣生態教育 推展香港本土耕種 為香港本土耕種工作盡一分力 傳達人和大自然和諧共存的信念 保護自然環境 延續地球的生命力 帶出生態平衡發展 以及香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另外我們也為想投身農業的人士提供平台 就是新興農場的種子 我去過那一次 剛好有一些其他在那邊的農夫 正在收割番茄 薯仔等等 當然吃過本地菜的朋友 都知道真的新鮮 和你在超市 或者在街市 有時都未必是本地的菜 真的分別是很大的 是 是 尤其是番茄超甜 是的 所以我們不如由 Mole的背景開始說起 因為你家裡 就是在這個地方長大 其實我就是在新興農場長大 新興農場就是我爺和我爸爸的年代 已經建立了 其實他們一直都是一個農夫 我爺 直到他退休都是一個農夫 我爸爸就接手在這個農場 改了名為新興農場 做一個養雞的農夫 農業員 其實到了九幾年之後 政府開始收牌 琴樓等很多不同的問題 農場就經營不了 就結業了 我印象中我就是小學 一年級左右 農場就正式結業 那時候整個農場就收拾了 我爸爸就出去打工 做裝修師傅 在之前他一直都是養雞 高峰的時候 在農場中養到二三十萬隻雞 好玩 他的最好的朋友就是這些雞 我的最好的朋友就是這些雞 我記得當時 KV上學之前就餵雞 很好笑 我媽媽就餵上面那幾行 因為他們一層一層居住 在一起 我就餵最矮的行 因為我只夠高餵最矮的行 餵完就去外面搭校車上學 最後對新興農場 即是我爸爸建立的新興農場 最後的印象就是這樣 當然他們也會種種菜 還有其他一路都有種 但一個是維持著一個小菜園 但是在你爸爸的年代 他在那時候結業 在你去打理之間 這個農場有發生什麼事 就這樣放在那裡嗎 其實真的是荒廢 這十多年的時間 所有地方都是荒廢 除了小部份自己種菜吃的地方 就繼續種菜 但大部份的地方都是荒廢 但是生草生到人那麼高 定期要剪草 定期都是要除草 要不然就有很多石松鼠藝 你小時候的記憶 除了在餵最矮的那一排 對我來說 我們在城市長大的小孩 其實跟你在農村長大 是很不同的 你有沒有其他記憶可以分享一下 要幫忙出雞 賣雞的時候 有一個雞車來到 我們就要不斷捉雞放進籠裡 之後就推上雞車 我們小時候推得一籠 我大人、我哥、我叔叔 會推幾籠 就幫忙出街 小時候的農場記憶 小時候父母也會種少菜 都會自己摘來吃 每個星期都要定期除草 農場在家、附近周邊的地方 都一定要除草 如果不除草 就很快些草都關滿了 就是我小時候 其實都一直在農場生活的環境 你說你K3之後 一年級之後就結業 正式沒有再養雞 到後期就越來越少 K3和一年級都是少的 可能只剩下十多萬隻雞 你一直住在那裡 一直住在那裡 一直到大學都住在那裡 早上雞題的時候 不是幾十萬隻雞一起 咕咕咕咕 那是否真的會這樣 主要是公雞會叫得大聲一點 沒有雞就全晚都是咕咕咕咕咕咕 其實你整晚都聽到 都習慣了 其實聽得多也不是噪音 其實到了零幾年之前 政府禁止山養家庭 再之前其實我們也養少少雞 有雞蛋吃 也會養少少雞 可能維持十幾十多隻 是 因為以我理解 就是你後來也有自己的職業 你現在是做了一個放射資料 放射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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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究竟什麼驅使你去 是否一一年開始耕種 其實從小到大 爸爸媽媽也叫我讀好醫書 不要做農夫 不要養甜 不要養雞 是否因為他們自己做的事 經歷了這麼多年 他們都知道 做一個農夫或農業的人 24小時是不斷嘔哥 有什麼事情發生都要立刻處理 可能打風流水 立刻處理 很冷 要立刻開亂爐 所有事情都很困身 都是一個很辛苦 不容易賺錢的工作 爸爸媽媽也很想我出去 有自己一番的事業 或者有一個專業去發展 我又考到大學 讀好書 又可以做到一個放射師 他們都很因為 繼續督促我去上班 努力地上班 但是我覺得工作之餘 開始上班之後 有些公余時間 星期六日 到底做些什麼好呢 我也想了很久 到底有什麼興趣 可能有些朋友喜歡去拍照 我覺得沒有這麼大興趣 遠遠都可以的 但拍照我沒有什麼興趣 因為上班的時候 都會不斷幫人拍照 拍照內臟 對 拍照內臟 下班的時候再拍照 好像不斷重複 拍照外面 不斷重複重複 都留幾一堆內臟 不斷重複重複重複 好像有點奇怪 適逢家後面有些地方 試試開限 試試種植 從一一年開始 跟土地結結束 原來真的 你記得第一樣試種 開始自己去開放那塊田 第一樣種植的東西是什麼 當時第一樣種植是粟米 當時女朋友很喜歡吃粟米 之後還叫我自拍一張照片給她 之後拍得很噁心 之後拍給她 所以就開始種植了 當時的範圍有多大 你第一次種植的地方 重新開放大約三千呎左右 三千呎? 是屋後面的地方 三千呎對這些田來講 不算是很大的 因為你們在說多少十萬呎 三千呎是一塊很小的家庭農莊仔 菜園仔 如果你說是一個生產農夫 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免職的地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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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否一種就成功 還是要面有難吃 面有難吃 如果你說一種就成功 沒有人相信 全國農業界都不會有人相信 那真的是不斷失敗 即是今天我也是會重複不斷失敗 老實就是做一個農業 你種一種農作物 可能每年你只會有機會種一次兩次 我就算做了十年 我也是做了二十次 其實你也是一個很新手的人 所以都是從不同的錯誤 不同的事件 吸水教訓 或者吸水經驗 去嘗試種得更好 開始揣摩到現在 開始有少許 對某幾種作物是有些掌握 那你記不記得你第一次種粟米是壞的嗎 第一次種粟米 那時候是可以的 因為粟米是很懶人種植的作物 就算你不理它 不理它 怎麼也有收成 怎麼也有吃 但就不是外面買到一條很漂亮的粟米 那時候種了小小條 好吃的可以的 但是拿出去賣就絕對不合格 或者叫自己做農夫的人就一定不合格 即是細枝一點 或者是很多洞嗎 細枝一點 細枝一點 沒有那麼大條 沒有那麼飽滿的粟米 嗯 因為Mo現在最主打的產品 就是你的米 其實這個部份我也很有興趣 是明星產品 是的 因為這個是不是你爺爺的年代有種 還是他已經沒有種 我爺爺有種 有種 我爸爸也有種 我爺爺跟我說 大約他十多歲的時候都會出去幫忙插養 因為外面有些地主也會種米 他就出去幫忙插養 也有種 但是之後他接手農場之後 他也沒有種米 因為他主要就是養雞為主 是的 那你就是因為16年有一個有種米的計劃 就開始去向這個方向 對不對 對嗎 對 16年開始就剛好適逢有種米的計劃 就招募人去種米 我看到是種米的 開剩我的飯 不是開剩我的飯 我都完全不懂種米的 16年那時候 很有趣 想裝一下 也覺得種米可以挑戰一下 就開始種米的計劃 適逢這個計劃 剛好那個地方就在我家旁邊 就是鐵住 就是一個信哥 他有些農地都雕方了一段時間 他很想有些年輕人去幫他復姦 幫他種植稻米 就交了這個地方給我開始經營種米的事業 那你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有沒有一個記憶 就是我爺做過這件事 有沒有這個情感的連結 還是純粹是真的有這樣的計劃 所以你之後再去思考你的祖宗 祖傳的部分 你的天跡 其實不知道 真的我種米的時候真的不知道 我也沒有問過爸爸 或者爺爺 到底你們有沒有種過米 是 因為你是K3 不記得也很正常 K3的時候也沒有種米 40年都沒有人種米 事後種了米之後 我爸爸跟我說回家 他小時候也種過 爺爺也有種過 他也有來幫忙種米 其實一開始幫忙 開了這塊田的時候 直到現在也一直在幫忙 即是你爸爸 他也是半龍半X 所以2016年 是不是2016年 2016年之前 這個田是40年都沒有種過米 基本上是40年沒有種米 中間信哥也有種過幾種米 嘗試過種過幾種米 因為看回你的訪問 其實也有提到元朗米 原來是很厲害的 在N年前 其實是清朝的時候 是一些皇帝的貢品 然後是軟近磁名的 其實你現在的品種 是不是就是想嘗試種植 那時候的貢品 還是是親戚 是不是很厲害的呢 都很希望 到底種出來 品嘗一下 為什麼人們以前說得這麼誇張 說供米 說這麼厲害的米 但是很可惜 那個米種已經失傳了很多很多年 我們找不到 就算去到老人家的地方 也找到一些米 即是找到一些米種 即是以前種的米種 但都已經不發芽 二、三十年 種子已經死了 已經不發芽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個 在廣西 有一個品種的稻米 叫八香米 就拿到農場開始種植 很希望一代一代種植 它適應了它的水土 純化了它之後 就成為我們新一代的牛譚美 或者元朗的稻米 因為以我的理解 我覺得很有趣的一個位置 就是原來植物 譬如你拿了種子回來 其實它是要很多貴 即是慢慢適應土地 還有水之類之類 你現在是種到多少回合 現在是第八代 其實植物就會每代越來越適應 我們就會選擇最優良 最強壯的植物 用來流種 再種下去就會越來越適應 越來越強壯 就會變成一個可以適應本地的品種 很多老農夫或種子學家說 大約種十代左右 就會完全適應土地 我們現在就做到第八代 即是我們重複做了第八次 第一代種出來的味道是否真的很不同 吃下去的味道不太大分別 主要它們會飽滿一點 大粒一點 出來的米的質素會好很多 你記得第一次拿到的種子 其實是拿了多少 我們拿了兩斤的種子 大約十多碗飯的份量 其實不多 不多的 會很緊張 很緊張的 雖然還會有配合 那些農夫還可以給予我們留中的種子 雖然我們可以由頭來過 但你攤的十次次數也要由頭來過 可不可以說一下 那個過程是可以拿一些種子回來 接著是要做什麼 我們拿了一些稻米的種子回來 稻米的種子就是菊 大家和平常吃的稻米白色的種子是不同的 它的殼味是虛脫的 它有一個殼 裡面有米糠還有杯芽 那些是稻米的種子 我們首先要浸水 令到誘發牙 它有一個過程 就會看到一個小牙生了出來 我們農夫又叫它露白的時間 這個時候是露白 它在米殼有一點白色 它的根就會慢慢生出來 杯芽慢慢生出來 那時候我們就要慢慢滲去地方 去培苗 我們就要做一個培苗的區域 濕濕的 又不可以太濕 又不可以水又太高 在一個泥漿狀態 維持著兩個星期 嗯 又要做一個防雀的網 因為雀鳥很喜歡吃稻菊 它看到一些菊殼是他們的食物 我們平時餵雀鳥就是餵菊殼 大麥小麥 如果你不圍著它 又會吃光 然後大約兩個星期後 它就會生了一個米苗 大約10cm 我們就要拔起它 然後拿去培養 哦 培養後 基本上最辛苦最辛苦的事情 就做了一半 看著它慢慢長大 中間就要施肥 要幫它除草 大約一個月做一次 嗯 每天就要看著它入水 出水的情況 如果太陽很慢的時候 它吸光了水 你就要給它水 如果下大雨的時候 你就不要給它水 它會沖走肥料 你就會停水 就管理著水 盡量不要流失太多 或者完全沒有水 如果沒有水 它就會生了很多草 你就會拔不及 那就要浸了一點水 給它 大約過了一個多月之後 就要曬田 曬到它汗一汗 令到它生根 令到它絕長成長 那一曬完田 就給它水 大概曬一個多星期左右 乾了一塊田也裂了 再浸水下去 再給肥料 再重複 再除草 再施肥 再隔多一個月 大約第三個月 它就會開花 嗯 開花的時候 你就要圍著雀網 不然雀鳥就會吃光 是 圍著雀網 圍著雀網之前 可能要在田邊那裡 要除一除草 要不然雀網 翹起了一點點 雀鳥就會捐到進去 或者野豬也捐到進去 那你就整棗米 其實雀網展開兩天 三天左右 雀鳥就會吃光你的田 是 那你就每天就要看著網 到底有沒有些位置 穿了一些雀鳥 很多雀鳥就進去吃 嗯 嗯 那 繼續看 大約再過一個月 稻米開始成熟 它就會轉彎 它就會慢慢倒下來 開始成熟有重量 嗯 那我就看它成熟的程度是多少 那就看似乎收割的時間 那收割時間 那收割時間又要看天做人 下大雨的時候 又不可以收割 因為收割 那些稻米濕了 那濕了會怎樣呢 那種子浸到水 就會發芽 哦 那你的米就會消失 嗯 如果就算它不發芽 它濕了就會發污 嗯 你也是不能吃 那之後遇到天氣 可能幾天好太陽 就收了一些稻米 就放在地上曬米 嗯 那大約曬是三天至四天 如果是夏天 如果是冬天的時候 就要曬五天 我們看看它裡面的水的情況 如果有11%的水 那我們就可以拿去剪米 拿去剪米就可以用機器 剪米就可以 剪米就是 剪米就是 放在那裡的步驟 對 那個是脫穀 是漏了脫穀的步驟 那我們就要收割它 我們有一部機器在拍攝 或者撞掉那些米 是 將它由米和和碎分離 就會變成我們有一堆米 是的 那些會隔著雜草 其他東西 我們先曬乾它 我們還有一部叫分谷機 將它分離 將草和砂石分開 靠風扇 它的稻米有重量 就掉下去第一格 草就會飛去第二格 這樣分類了 之後就變成我們的稻米 再曬乾之後 再去剪米 剪米就是要弄開米的殼 有一部機器有兩個輪子 就像一輛車一樣 然後殼就會爆開 它就會掉出來 爆了第一層的殼 就是我們的糙米 是 如果你想吃白米 我們就要放進第二部機器 叫蒸米機 它就用米和米之間的磨擦力 磨走米糠 變成我們吃的白米 拿完白米就可以煮來吃 這個步驟都好像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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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種植到米不容易 聽完真的 突然間很感動 很難 你知道種一包米或種米是不容易的 但是真的這樣去聽每一個步驟 它這個就更難 它要在別的地方拿些種子回來 然後真的嘗試去做 曾經在這個地方有的一種 令我們驕傲的米品種出來 你記不記得你第一次去 第一代成功地去種植 好了 那一碗米你記不記得吃下去的感覺 有一點點眼濕濕的 第一次吃 真的 不是第一組米已經成功 第一組米沒有圍著網 被鳥仔吃光 那一年是完全失敗 一顆都沒有 到了第二年 2017年再種的時候 我們才成功種到三十多斤的白米出來 我們有十多個人分了 每個人有一兩斤左右 自己拿回家分給父母一起吃 吃下去 你說是否很好吃呢 又是一個飯味 但是吃下去的感受真的很良多 經過兩年的時間 吃到一碗飯 真是苦盡今來的感覺 你一定有分給你爸爸吃 他有沒有什麼 你記不記得他說什麼 很普通而已 我肯定他自己的心會很開心 這麼多年之後 自己的兒子捐種一碗米 一碗飯給自己吃 我相信現在的善信 如果在吃飯 就算爬到半個飯盒覺得飽 他也會忍心地吃飯 真的經歷了很多階段 由當時第二代的三十多斤 其實三十多斤也不太多 三十多斤是多少 其實平時一代的斤是多少 一斤是0.6 0.6是甚麼 KG 0.6KG就是一斤 三十多斤只有二十多KG 一零KG就是四包五斤5K米 很少 但到今天你經歷了現在去到第八代 現在的量是多少 其實我們不同時間會種植不同的面積 去到1819年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們最高峰期 我們中了三萬呎的地方 有一層米收到一噸 一噸又是多少 一噸就是多少包 一噸就是一千KG 一千KG 我們磨出來大約六百KG 六百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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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一包就五K 正常的 你說的是街市大包 六百KG 五百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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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一個正常家庭 要托回去 是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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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 其實你的主力也是去種米 但是同時新興農場也有其他部分 有其他的農夫去做其他事情 沒錯 因為其實靠我一個人 就不可能種得了這麼多東西 就算是一噸那一年 其實也有一個農夫很幫忙 他半職來錄場做 才有這樣的成果 是 就是你們兩個 主力是我們兩個 其實加起來有十幾個人 其他那些人從哪裡來的 對 為何會就這麼多 為何那些人從哪裡來的 是 有些是一開始2016年的時候 一起參加有種米計劃 一起流下來 大約有兩三個 有些是種米 種種客覺得 我想多點頭生 然後繼續種東西 可能會繼續種米 也可能會種其他東西 有些可能是進入農場 參加一些活動 參加一些計劃 這樣覺得 我也想開展一下農間的事業 或者農間的興趣 就開始加入我們 對 好像養風 他突然在WhatsApp 我問有沒有地方去養風 進來看看 就加入了我們 有些朋友可能進來 朋友打朋友 就進來耕種 你自己其實就是 重新開始耕種的部分 就進入第11年 你覺得在之前 其實是不是你也算是半個 進入城市的一個模式 在你去做你自己其他工作的時候 畢業之後 其實也是進入了城市工作 但是你再回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覺得對你的人的成長 或者你自己的人 對其他東西的看法 有沒有什麼不同 其實我耕田的地方 就是家裡 和旁邊的地方 其實也很想去復姦 或者是令土地不要只生草 或者也不希望突然有個泥頭車 在旁邊的田地倒進去 以後就變成一個泥頭山 就是家裡旁邊 不想發生這些事情 其實一直去耕種下去 因為你有一個訪問 其實你有講過 你覺得其實農夫去種農作物 就是嘗試去保護那個地方 這個你可不可以說多一點 其實在香港 如果你繼續耕種 在一些常耕的地方 相對地 一輛泥頭車來到 都還有一個農夫 看著那個地方 不會被人倒了泥頭下去 那你有人耕種的地方 才值得繼續耕種 如果不是 可能有些地方 可能丟空了很多年 發展商 或者其他不同的團體 都可能會倒了泥頭 或者可能做廢車場 或者租了出去 就會有其他人去經營 可能未必會是農業的發展 一塊污染了土地 或者做廢車場 或者廢料場 其實是不可能再回頭 唯有你繼續耕種 這個地方才有機會繼續保留下去 你一年開始去種植物 其實你覺得那時候 到今天 整個社會發生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你覺得香港人 對於去看土地這件事 有沒有不同了 你的感覺上 其實土地在社會有很多矛盾 可能有人想建更多樓 令樓價降低 有些人可能覺得保育大自然 是一件好事 其實兩者不是很大衝突 但是很多時候被不同的人 不同的團體擺了上來 就覺得兩者一定是絕對衝突 其實很多時候告訴大家 其實發展和保育是可以保留的 可能元朗有些屋苑 後花園是一個很大的農田 有一個很大的濕地 也是它的賣點 也是在城市發展之中 也是保留的地方 或者你想想 可能發展一個新市鎮 你保留有兩個公園 公園不單止可以種樹 其實可以有一塊田 有些休閒農莊 也是一個社會可以發展的方向 不單單是可以建樓 其實你建完樓 人也要一個舒服的地方 放鬆心靈的地方 農場 農地 休閒的農場 都是一個不錯的發展方向 所以其實發展和農地 不一定是絕對對立 但是一般市民 因為你那裡有很多導賞團 或者有些小朋友會進來 去學習如何插秧 都會幫忙做一下 你覺得現在 在一一年到今天 有沒有一些普羅大眾 先不要說政府 普羅大眾 有沒有一些心態上會不同 未來之前和未來之後 他們的心態會變很多 你經歷過 入到農場 做過農務 你的人也會有少許轉變 尤其是小朋友 進來後 真是了解到農夫辛苦 了解到種植的艱辛 相對地對他的成長 可能種了一粒種子在他心裡 未來日後發展 可能有機會跟著他一起成長 甚至很多大人來到中原 一種米之後 他們都知道 粒粒真的很辛苦 很多大人都說 真的要珍惜食物 真的沒有想過農夫是這麼辛苦 心態上會轉變很多 他們來到農場 從事了耕種之後 你說社會各方面 其實都開始 漸漸地這幾年開始 看到是多了人重視本地的生產 本地的作物 甚至其他生產物品 其實多了人重視 我們農場的銷售那邊 都是不錯的發展 這個就很堪步 因為其實是不但不錯 是買不到 買不到 搶都搶不到 你試過搶 每次都是去到網頁 就已經敷了 我想這個就是 在香港去做 其實我們今年也有訪問了 很多不同類型的素人 其實你看到香港是有很多人 嘗試在不同範疇上的努力 當中包括有些是跟大自然 不要去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的工種 那個矛盾位就是 其實你看到 正如你所說 就是它的產品一出 就已經賣光了 但問題就是 有那個市場 但是有不夠人去做 這也是其中一個 你面對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 其實這麼多年來 最大的問題就是 人真的不夠 或者想從事農業的人 或是農耕的人 真的少之又少 真的很難才能儲得一個人回來 這是經歷很多事情 或者他們有些感悟 才會投身進入農業 很多時候我都覺得 有些怪責自己 可能水了他們進去 我們在農場一起耕種 始終香港耕種 耕種真的很難生存 人數少 支援少 甚至不同的方法 導向都很辛苦 要用自己一步一步走出一條路 是 但是中間要經歷很多不同的失敗 是 因為就說你 其實你也有一個同事要做的工作 我不想說是正直 因為我想你兩個部分都重要 你繼續放射師的工作是你全時間要做的 即是一至五時間要上班 為生的工作 為生的工作 賺到錢 養到家 不用餓死老婆 不用餓死兒子 都要繼續工作 因為單靠農場的生產 或者全身投入農業 都未必可以養活到妻兒 真的有難度 你剛才聽到這麼多步驟 我自己覺得 那些曬日、下雨 時間要這麼準確 但天氣未必會 如願地給予你 那些打退堂鼓呢 以第一造米為例 2016年的造米 我們其實招募了 差不多40個人來 一起復奸這個農場 那造米一粒都沒得收 最後只剩下三個人 大約九成的人都會離開 或者嘗試過、辛苦過 就覺得 真的想嘗試其他東西 或者覺得足夠 都不怪的 其實過了這樣的感受 可能都是一個得著 是一個失敗的 繼續堅持到的人 真是少之有少 可能是一個打風 一個災害 或者一個失敗 令到你全門失敗之後 會令到很多人退縮 甚至是新想加入進來的人 都不夠膽 始終一個災害 可能是令到你半年無收入 所以令到很多年輕人 或者想加入農業的人 會有退堂鼓 那你覺得 令到你到今天 你都繼續堅持 就算這麼辛苦 就算要做多一份工作 才能夠維持 最主要令到你堅持的原因 都想農業或者農場 都可以得以傳承 或者農場可以繼續經營下去 都覺得是開心的 而且我本身真的喜歡種東西 所以才繼續堅持下去 你會不會 因為你現在是一個小朋友 你會不會 你會怎樣去跟兒子說 你會怎樣去水你兒子落田 我反而想知道 因為你爸爸媽媽 會跟你說 兒子你千萬不要種東西 你就不聽了 你就種了 現在你就知道辛苦了 你會怎樣去想這件事呢 你兒子他人 如果他想種東西 或者他不想種東西 我現在每個星期都隨他 去農場玩 有時帶老婆 帶老婆一起去農場玩 等他小時候開始接觸大自然 將來的路 就等他自己決定 他想做 我不會勸退他 我覺得也有機會成功 香港農業是發生為一個專業之後 你有能力種到優質的農產品 你不受你的出路 過去兩年 疫情有很多菜來不了 或者那些人 是不是對需求大了很多 一陣陣 真的突然停了菜之後 真的到處 每個人都在農場的FB問 問到底有沒有菜 怎樣賣 怎樣批發 是多了很多人 但是突然有菜之後 突然又少了人 就是一波波的下去 你看不看好 是多了人想吃本地菜 這個需求是多了 在市面上 我想這個除了說 一波波的東西 我想大家還未完全掌握到 究竟我在其他地方 要買很便宜的菜 和我要給貴了的菜 兩者的分別 在營養上 或者耕種的方法上 究竟有什麼 最實質的分別 你會不會可以分享一下這個部分 最簡單的是新鮮 農作物絕對比不新鮮的農作物 絕對比不新鮮的農作物 這是絕對的 你可能在農場摘完馬上吃 是絕對最好吃的 可能經過很多不同的運輸 味道會變 還是會流失 另外種植方法 也會影響它的味道 或者它的質素 可能有些農夫 會在一些重金屬的地方種植 出來的菜 可能吃下去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長久積聚 可能就會中毒 或者農藥用得很多 可能吃一次沒事 吃十次可能就是中毒 很多文獻都說 用沙草水等 令你會有致癌 下一代會變畸形 這些是很多時候 都會發生在落口的地方 一個優質的農產品 是絕對給市民有信心 尤其是堅持用有機的方法去種植 愛護大自然的方法去種植 絕對你的農產品 是可以給市民有信心 我剛才聽你說 你說種粟米 人家就會用驅蟲劑 就會沒有蟲 是不是這樣 驅蟲劑就是滴滴剃 就是以前的化學武器 混合了 變成農藥 哇 是化學武器 是化學武器 以前還會毒死軍人 現在可能炸彈出來 安彈的彈 就毒死軍人 現在用來稀釋 變成農藥 毒死蟲 當然你吃得多不好 其實也有指示 如果你是跟著指示去做 令到農藥殘留少 可以的 吃得安全的 常規的農夫做 如果跟著指示去做 其實菜都是絕對安全的 是 如果你再不想用這些 絕對用一些有機的方法 可能這些農藥都不會用到 你用那些有機的農藥 可能是苦練樹提出來的油 可能把蟲放進去 第一天會離開 第二天會回來 是 他們這麼壞 對 那人勾起了之後 就回來了 很多的 他們這麼壞 他們習慣了嗎 第二天可能沖淡了 或者淋完水 他們回來再咬 你唯有的方法 可能是用網絡去保護牠 用人手去捉蟲 這些是最有效的去驅途蟲 而又不會使用農藥 或化學物品 在農作物上 你就是用哪個方法去驅蟲 主要是用人手 我們用種粟米 就是捉蟲 大家用來捉蟲 一棵這樣 有很多葉包著 即是撕開的葉 用微鉗 不是 是怎樣的 我們種粟米四個月 每一天都會有新的蟲出現 每一天都會去一棵粟米找蟲 最初小棵粟米很惹蟲 鵝類 就會飛去生蛋 就會變蟲 可能會生100隻蛋 那區域就有100隻蟲 只有一隻鵝 那你就要捉了100隻蟲 如果你不捉 捉了三隻 即是過了一個系列 一個月後 就會有300隻蟲出現 如果又難了 捉了10隻 即是過了大約一個月 即是你種粟米要四個月 下個月再爆發 就是過千過萬的數量 唯有一絲不久 捉了所有蟲 你才有機會 令那些粟米成長 否則它就會咬爛了葉 咬爛了心 那棵粟米就會死 你連見一條粟米出來的樣子 都不會有機會 哦 而米也是會有這個情況 是嗎 稻米相對地 看到這些蟲的機會較小 因為它始終種在水中 鵝類就不喜歡生蛋在水中 因為將來它會結湧在泥裡結湧 如果種在水田裡 他們不喜歡的環境相對地較少 但有不同其他的疾病 身為一個種植者 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人 是 你現在就 因為種米其實都不是全年的時間都可以種的 那一年十二個月 你那個時間上是怎樣去分配 種什麼 什麼時候種什麼 我們農場其實有不同的作物 我們種米就是三月到十一月 我們都會種的 就種兩棗 三月到七月就種第一棗 八月到十一月就種第二棗 這樣就種兩棗米就是我們其中的主打 有其他田可能就是休間間 種其他作物 我們種粟米就是只有兩個時間可以種的 第一個時間就是新年後的禮拜 通常是冬冬的時候開始種 第二個就是大約十月左右 都是只有一個禮拜 在十二月之前要收割到 在聖誕之前要收割到 那你才有機會成功 因為我們的品種 白龍王的品種真的很挑剔 對天氣、氣溫、濕度 所有東西都很挑剔 真的不是在這個範圍附近種的時候 相對的產量或質素會低很多 甚至會失敗 所以不同的田就會安排種不同的作物 我們會計劃A田、B田、C田 輪流種不同的東西 有不同的產物出現 還有你不種米的時候 種什麼都是一個學問 是的 當米田種種了兩種之後 他們都要休息 我們有時候會種一些綠肥 可能種一些豆科 可能種一些花生 之前試過種蕎麥 有位朋友用來種蕎麥麵 其實不同的配搭都可以 令到土地有不同的轉變 不同的作物種出來 土地可以得以休息 繼續循環繼續種下去 就是種植的計劃 這些是有人教你 還是你慢慢要在失敗中學習 然後又要試一下 這些知識是怎樣得到的 都是這幾年不斷試 不斷看書 或者上網找資料 問問一些老農夫 這樣去學回來 都未試到一個完全 絕對對的計劃 或者絕對成功的計劃 可能還有一些天氣 其他不同的因素會影響 都是在嘗試我們試 用我們所有的時間 不同的時間去種植 去嘗試 希望種到一些成功的產品 或者成功的作物出來 對你來說 怎樣為之成功 種到什麼狀態 你會覺得成功了 種到比街市的菜 就是一個成功的 而你又用有機的方法去種 那你的質素絕對不愛差 在街市你見到的菜 那你就是一個成功的種植者 我覺得除了你種植的動作 真的有一個產品出來之外 其實在教育中的社區 都很重要 包括你有一些 導賞團會 有很多小朋友來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們生長在城市 其實你真的很模糊 對於一件事 怎樣生出來 那棵菜 或者那粒米 其實它是 真的可以由一粒種子 去變成成果 其實那件事 我們很缺乏 城市人很缺乏 而我記得我們有一個 我們自己的成員 也有租田給他們種植 也有十幾歲的其中一位朋友 他說 我本身很害怕蛇蟲鼠蟻 但正正因為他要下田去試種植 又會令到他 開始會 朋友 對 可能未去到朋友 但沒有那麼害怕 這個部分 其實你會很想去 有一個教育大眾的一件事 教育大眾 就是播放種子的其中一個方法 所以也是很想去做的 不過奈何 疫情爆發之後 都擔心安全 或者令整個農場感染 我們全部農夫都要被隔離的時候 可能農場就會吃 所有農作物都會死掉 這兩年就可以減少 但是2016、2017、2018年 我們也有嘗試做這些工作 你有沒有一個最深印象的一刻 例如有些小朋友來 他們說了什麼 有沒有這樣的時刻可以分享一下 最深印象 一開始 記得有個小朋友來到 就指著第一 泥很骯髒 是 之後 他的家長就跟他進去插槍 最後 玩到全身都是泥 就完全沒有說髒不髒 其實泥根本就不是髒的東西 他的孕育作物的其中一個介質 被他經歷過之後 可能真的會令到他們有不同的感覺 或者反思 都覺得是有些得著的 甚至是有個家長來到 三十多歲的父母 插槍都說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杜米是怎樣 經歷過整個過程都很感激 也是一個很開心的地方 而且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香港本身是一個速度很快的地方 其實有機會 當然我想這個部分 其實都是你們整個農場 其中一個可以維持自己的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導賞團 始終你去賣的那些產品 可能未必可以維持整個運作 但同時也是為地方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 我們很需要一些像你們那樣的人 在這裡繼續做這些事情 是的 還有人和大自然和土地的關係 很多時候都會忽略 如果你去大自然那裡 你看到那麼寬的地方 和看著東西這樣長出來 你經常躲在一個建築中 用Wi-Fi 還有只是用腦袋 是相差很遠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剛才也有提及過 就是新興農場有一個 嘗試在做一個小型合作社的狀態 這個可不可以多說一些給大家聽 從2016年開始 我們就開始種米 我們都在想到底怎樣 可以繼續維持這個農場 或者最少令農場不用蝕錢 不用倒閉 我們都在想想不同的方向 一開始種了稻米 搞活動 之後就收成賣米 是 但是這個發展的方向 就覺得太單調 還有可能那些人多玩幾次 之後就少人來參加 是 會不會經營不到呢 就可能想想其他方向 我們適逢我們其實農場裡面 不同的成員 我們叫做 他們都有自己想種的東西 或者想發展的方向 所以就嘗試開始有不同的地方 就分為一個叫做私家農田 有些就是公家農田 那私家農田就是那個成員 就自己打理 就種自己喜歡的東西 公家農田 主要是由我規劃 主要是種植稻米 或者我想發展的農產品 例如白龍王粟米 兩方面一起進行 維持這個農場 不斷儲人 不斷增加成員的數目 不斷開放不同的新的地方 慢慢地 現在儲到有九個partner 一起去經營這個農場 當中有沒有partner 種一些很離譜的東西 你有沒有想過 哇 你真是屎 好了好了 舊一點 有一個成員叫Lamon 他種辣椒 一直都不看好的 因為辣椒你拿出去賣 賣到多少錢 但是他就很努力地種 做辣椒醬出來 反應也很好 也有不同的味道 可以出來 也是賣團士的 我覺得發展不一定是單一 或者我覺得不成功 最後是有機會成功 所以農業就是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不同的發展也是有機會 有這個機會找藏 你把握到 你掌握到 你種到優質的東西 你會有機會成功 這個很有趣 我覺得很香港人 這個做法 譬如說我在另一個地方 我去種植物 其實你就專心種植物 然後賣的東西 就完成了 但是香港 你看看 例如剛剛說的辣椒 我一定要想多一件事 出來 變成另一個產品 然後 例如 Harry 他又要去釀製一些蜂蜜的酒 我覺得那件事 是不是很香港人 靈活 很獨有的一個狀況 一個香港農夫 要身經八戰 有不同的專長 才有機會可以發展到 如果你說單靠種農作物出來賣 成功的機會會比較小 我想你要餵食一點 要想一些 真的很喜歡吃 那些芫荽醬 芫荽 真的很粗生 不知道哪裏 有些 台灣 有些 香港的春菜醬 台灣有些 但是香港比較少見到香港有 我看到其他地方 一天有的東西 就會變成一間的東西 大家可以帶回家 可以餵食一點 而且真的要靠普羅大眾 要知道多些 原來我們也有這麼好的產品 沒錯 有這麼好的人在做這麼好的事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們都 尤其是這幾年 大家很意識到 我們要多支持本地的東西 究竟去哪裏找 或者怎樣去支援 其實未必每個人都會知道 是的 阿Mo好像很誇張 好像很苦命 但其實牛譚李信心米 真的是名物 用錢也搶不到 所以我覺得她太謙 看到她這麼謙 她也要這麼謙虛才可以做到這個工作 是的 這個功夫真的不是一般人 可以承受一島的風吹雨打 而且她也要同時有另一個工作 要去做 我反而想問 因為你最初去拿這個種子回來的時候 其實你是想去做一個當年的元朗米 你覺得其實會不會 會不會 其實根本就是你現在去做 去培植一個 現在你這一代的 你的一個貢品出來 不是給你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香港人的貢品 因為其實你很難去追溯 曾經有 而你都沒有吃過 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 你去創造一個 你的最漂亮的產品出來 也是的 也想做一個 真的可以用它 命名為牛譚美信心米 一個米種出來 也是希望做到這件事出來 也是其中一個目標 我們先保持著每年都繼續種米 這個名字是否你建的 幾個朋友一起想的 因為快田是信哥 交託給我們 想用一個信字出來 所以就叫做信心米 也能給食米的人有信心 牛譚美就是你的地方 我居住出生的地方 很希望 中十代 專家說十代就會適應 很有趣 原來是這樣的 你不說也不知道 以為一拿過來就是那棵東西 誰知道是要純服那塊地才行 其中一個 你們要去 又不是對抗 要去背負的一件事就是環境 環境包括一些政策 一些你們未必可以控制的東西 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政策上 香港支援農業少之有少 都不寄望政府有什麼政策去幫助農業 至少不要把所有農地發展 已經是最大的希望 可能周邊的環境 很多人都不看好農業 其實在香港 因為商業社會覺得農間 根本不適合在香港 很多人都覺得 但是它絕對是有一個價值 值得保留在這裡 是 那麼這個方向 政策和不同的方向 你如何克服呢 其實可能一個政策 突然說牛潭氣 發展成為新市鎮 就玩完了 真是新興農場 就要搬 是 那唯有農夫自己學到 種植的知識 種植的所有東西 你可以帶走 你可以把這裏所有知識 種植的種子 帶去另一個地方 再建立你的新興農場 唯有就是自強 你做到一個出色的農夫 種到優質的農產品 你就不受到哪裏種植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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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地方是死的 那個空間 其實你活的是人 如何帶走我們學會的東西 好 今天非常感謝你 謝謝阿Mo 謝謝阿Mo 希望 她本來要下田 過了我們 我想說 希望天空會照顧你們更多 在一個很不容易的 本身那件事已經不容易 再加上天氣、環境、地方 也不是給你太多支援 其實是要靠 本身人的意志 和一起合作的人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可以捐錢給你升級儀器 他剛才也說過 可以有些方法不浸 可以浸到西瓜 可以捐錢給你升級儀器 努力購買我們的農作物 努力購買你的農作物 但問題是買不到的 我們都會自強種多些農作物出來 大家努力地購買我們的農作物 我們就有機會繼續成功 有條連結可以 是的 我們如果要買他們 即是米也好 米就要排隊 要自己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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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菜等一年 任何宿米 任何時候都 我們逢星期三、六 在油麻地 就有我們的農夫經營的菜市場 就有機會買到我們的農作物 在哪裡 在油麻地 在油麻地的果欄附近 好 在你的網站 在你的Instagram 都會看到這些資訊 我覺得大家要多支持我們本地的食物 不要只是說話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方法 本地菜或任何產物都可以買到 香港人終於有手信 其實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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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靠大家去支持多些 持續地支持 不只是貪得意 或者很有需要才能 對 一落一落地幫忙 持續地互相照應 別人都可以給你一些健康的菜 對 應該要持續 要變成習慣 不是說 哎呀 剛好那陣子沒有菜 我才去找 或者看到那個報道 我就去訂一次 不是這樣 我們要去為自己地方的這些人 這些事 這些產物 感到驕傲 真金白銀去支持 香港人這麼有錢 快點去支持多些 在這些連結就可以找到 好啊 我們今天就是這樣 有一個問問 我怕她 試一下吧 試一下 試一下有什麼事 我們每一集都會有她的問題 我們聽眾會問 我沒有看過 阿D 阿D 你們好 我叫D 男生33歲 從事文字工作 過去5至6年 都是生活 旅遊雜誌的編輯 因為疫情 以及大環境的關係 但是行業和自己公司 變得人心惶惶 雖然自目前為止 個人也沒有受太大影響 括弧 依然有公開有良出 但愈來愈覺得 好像這個狀況 將會有負面的改變 不能持續狠狠 我同時覺得自己的情況很雖然 未知如果失去了這個工作 不知還有什麼可以做 你們有否在事業 碰過這樣的瓶頸位 你們有什麼建議 感謝一直支持你們 就是阿D 問的問題 一位33歲的男士 嗯 遇到工作上不開心 可以找一些興趣去做 例如去農場加拿田 真的 我覺得這個很好 嘗試不同的事情 有機會你的興趣 變成你第二個事業 或者你的興趣 可以令到你 舒緩你工作上不開心 找些地方去宣洩 找些地方去做你想做的事 可能就會令你更開心 你有沒有曾經試過在你幾歲 我們完全不知道你幾歲 在這裡說 沒有所謂 男生 你怎麼知道 沒有所謂 是34歲 很小 是你有所謂 我是想問 你在這34歲內 其實你有沒有試過 我做什麼好呢 還是你一直都很肯定 我是做這樣的 有沒有這些時刻出現過 其實一直都沒有肯定自己的方向 直至讀大學 不小心選中了E4 我其實一開始都不知道做什麼 不小心 選了之後 因為看到Radiography 好像Radar有關 我想做天文台 小時候一直都想做天文台的工作 但是選完這科 就發現完全沒有關係 就唯有出來做 就OK 又適應到 又生存到 又生活到 那就繼續去做 另外就發展自己不同的興趣 用興趣來書解工作 可能有時候也有些不愁 那就繼續做下去 最重要是自己活得開心 目悔 為什麼會突然翻鬥 為什麼你會想做天文台 是因為 經常看到他們好像很空閒 好像沒什麼工作 我以為很有意思 因為小時候 很思義 就是躲在一個田裡 看到天氣 我以為有這些 沒有的 也沒有什麼關係 純粹都是想找香港人心態 找一份順功舒服的工作 你覺得現在這個種田的部分 你會否考慮到 其實你都還很小 你覺得你會做到什麼時候呢 我想我可能死之前也會繼續耕種 OK 就緣在這裡 這個太厲害了 沒有東西可以追蹤 沒有東西可以追蹤 今天非常多謝阿Mo 我們有機會 第一 希望可以吃到你的米 粟米 第二 其實我真的想進來幫忙 去耕種一下 你下次插釀我們 又添標定 好嗎 經常都拔他們去做這些 但我覺得是 我很想試一下 你記得告訴我們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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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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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来花香 是有终日 随随意外耕耗 有种歌声 从被朝被发挡 自自在活过 维护着便宜兴奋 是有终日 自在无数可能 那观者见 如来或是责任 独自作自我 令迹望路更吸引 是有种人 明智而有风景 有种歌声 从被寻被奸命 出现 全白天 这是一位 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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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种人 是有种人 的 有种人 有种人 Woo Woo 大姐姐